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眾望基金會遭一涉及洗錢 且為依法將財報等資料送臺北市社會局備查 對此社會局表示已經收到補件並交由廉政署偵辦 眾望基金會是由時任柯文哲競選總部財務長李文宗 擔任董事長日前遭質疑為依財團法人第25條 公開112年度的工作報告 財務報表及受捐贈名單清冊等 也被質疑跟解連偵辦中的柯文哲政治獻金案有關聯 眾望基金會當時發出聲明表示 將一規定成交112年度財務報表以招社會公信 台北市社會局表示 經發函要求眾望基金會限期改善後 已經在20號也就是昨天收到眾望基金會的補件 因此不會開罰 另外相關文件已經全數交由廉政署偵辦 對此廉政署表示 目前查證分析資料中其他不便對外評論